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伤害论》第171条 太阳绍阳病病 心下硬,镜像强而玄者 当刺大锥,废书干书,圣物下之 那么这句话说,心下硬 那么心下硬而玄,玄就是眼花的意思,头晕眼花的意思 它应该属于绍阳病 那么颈向强是属于太阳病 针刺大锥穴肺书穴,可以卸太阳之邪 因为太阳经脉通过颈部和脊背 那么针刺肝书穴,它的作用可以卸少阳之邪气 因为胆为肝之斧 太阳在表,少阳在理 所以它是半表半理症 如果通过发汗攻太阳经之邪 那么少阳之邪就很加剧 干扰胃气 必然发生瞻雨 所以说千万不能攻下治疗 如果攻少阳之邪 太阳之邪就会趁虚入礼 那么必然发生劫胸 所以少阳论说 太阳少阳病病 而反下之称劫胸 这次病代表就不能采用攻下的方法 以免形成劫胸症 好,这句话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沙漢论》第172条 太阳少阳合并 自下立者于黄秦汤 若欧者黄秦加半下生姜汤煮之 黄秦汤方 黄秦三两少要二两 甘草二两至 大枣十二枚 又四味一水一生 煮取三生去自 温福一生 日在夜一福 黄秦加半下生姜汤方 黄秦三两 少要二两 甘草二两至 大枣十二枚 半下半生 生姜一两半 一方三两 又六味 以水一生 煮取三生去自 温福一生 日在夜一福 那么我们看这句话 他说太阳与少阳合并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 如果太阳与阳明合并 是什么情况呢 太阳阳明合并会发生拉西 说明病在表 病在表 这个时候因为葛根汤发汗 如果是阳明和少阳合并 发生拉西 说明病在里 用成气汤下制 那么太阳少阳合并 发生拉西 那么是什么呢 是病在半表半礼 发汗和吐下都不思议 都不思议用 所以要用黄芹汤 来合半表半礼之邪 病人有欧吐的现象 说明胃气 腻 所以加半下生姜 以散腻气 那么黄芹味苦寒 甘草味甘贫 少药味酸贫 大草味甘温 虚而不识者 苦以兼之 酸以收之 那么黄芹少药之酸苦 可以兼色肠胃之气 弱而不足者 肝亦补之 那么甘草大草之肝胃 可以补肠胃之弱 所以说这个方子 既可以兼色肠胃之气 又可以补股肠胃之弱 这是黄芹汤这个方子 好 这句话就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伤寒论第173条 伤寒胸中有热 胃中有邪气 腹中痛 欧吐者黄莲汤组之 黄莲汤方 黄莲三两 甘草三两 痣甘姜三两 贵枝三两 去皮 人参二两 半下半生 大草十二枚 幼七味 以水一生 煮取六生去字 温福 昼三 夜二 那么如果湿气重的人 被攻下治疗之后 舌上就会有很多舌胎 说明单天有热 胸中有寒 使邪气入礼了 成为下热上寒的病症 如果上寒的邪气传礼 则会成为下寒上热 胃中有邪气 使得阴阳不骄 阴不得生 那么阴邪就毒至于下 造成下寒而腹中痛 阳不得降而毒至于上 阳邪造成熏中热 想呕吐 所以用黄莲汤来升降阴阳之气 黄莲味苦寒 甘草味甘平 甘姜味新热 桂枝味新热 人参味甘温 半夏味新 大枣味甘温 那么上有热 用苦味可以泄热 黄莲之苦 可以泄热 可以降阳 下有寒 寒可以用心散之法 那么贵之生姜半夏之心 可以散寒声音 那么脾欲缓 即使甘已缓之 那么人参甘草大到之甘 可以异味之气 异味之气 补异脾胃 这是黄莲汤的解释 好 这句话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伤害论》第174条 伤害八九日 风湿香薄 身体疼烦 不能自转策 不殴不渴 脉浮虚而色者 贵之夫子汤主之 若其人大便硬 小便自立者 去贵加白竹汤主之 贵之父子汤方 贵之四两 父子三枚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二两 以水六升 煮取二升 去字 分温三浮 去贵之加白竹汤 父子三枚 刨 去皮 破 白竹四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至大枣十二枚 又五味 以水六升 煮取二升 去字 分温三浮 出一浮 其人身如碧 半日取 父浮之 三浮都尽 其人如帽状 不怪 此以父子白竹 并走皮内 竹水器未得出 故使之而 法当加贵四两 此本一方二法 以大便应 小便自立 去贵也 以大便不应 小便不立 当加贵 父子三枚 孔多也 虚弱家 及产妇 亦减复之 这一条 是说 伤寒与中风的病人 到了七八天之后 再次寻经的时候 那么邪气 多走到里边了 多在里 身体必然 不会感到疼痛 如果反复感到身体疼 凡 不能自己转侧 说明是风湿病 风湿相搏 凡 说明有风邪 身体疼痛 不能转 不能转侧 说明有湿邪 风则虚浮 色 麦经上面说 麦来色者 为病 寒失也 不殴 不口渴 说明里无邪 麦伯 伏虚而色 说明身有疼烦 可以推断 风湿只是在经 那么用贵枝 父子汤 来发散 表中风湿 那么贵枝的味 新热 父子 新热 生姜 新温 甘草 甘温 大草 大草 甘温 风代表 散意 贵枝 甘草 之甘 甘草 之心甘 发散 那么贵枝 甘草 可以在一起 心甘发散 可以把风邪散出 那么湿在经络 可以用父子的心热 来驱逐湿 气 大草 生姜 心甘 可以调和 融味 通筋液 何表 贵枝 发旱 走金叶 如果小便利 大便硬 说明贵金叶不足 这个时候要去贵枝 加白竹 去贵枝 加白竹 好 这个方子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伤害论第175条 风湿香薄 不接腾烦 彻痛不得屈身 浸之则痛惧 汗出短气 小便不利 雾风不欲去医 破身微种者 甘草 父子汤 煮汁 甘草 父子汤 方 甘草二两 至 父子二枚 刨去皮 破 白竹二两 柜子四两 去皮 六四位 以水六升 竹举三升去字 温福一生 日三福 出福得 微汉则解 能食 汉指腹凡者 将腹五格 同一生多者 一腹六七格 为食 那么 这句话讲 风施病 风则伤胃 施留关节 那么风施相薄 两邪乱经 所以导致骨节腾烦 扯痛 不得屈身 风胜则为其不顾 汗出短气 误风 不想去衣服 为风鞋在表 施胜则水气不行 所以导致小便不利 或者身体畏肿 会 尸外 薄 薄 所以用甘草 父子汤 可以散尸 又可以顾 胃外之气 甘草为 甘瓶 父子为 心热 白竹为 甘温 桂枝为 心热 那么 桂枝 甘草 心肝 发散 为羊 可以发散风邪 而 故胃气 父子白竹 之心肝 可以解湿气 而温经络 所以甘草 父子汤 可以指料 风湿病 引起的 骨节 烦痛 烦痛 好 这一条 就请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